以太利话能说几句吗 这样吧 我觉得实用一点的 我还是教您几句 我到了那边之后吧 一般都是意大利人对我表达 某种情感 我觉得您要是去了之后 我得跟人家表达情感了 对 尤其是意大利的女孩 真的是挺漂亮的 是吗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 我真害臊 脸皮薄 那快点教我呀 还是没露出 比方说你猜好那个 第二母 第二母 你干嘛呢 行 行 郭老师说yes I do yes I do 什么意思啊 你要讲我恨我也有一位置 你猜我没有心吗 虚uk 你有你的那个男朋友啊 不是 不是 不 fing 我可没实眼瑞 恶 我不懂 realise 但是 你就猜嘛 那我甭猜了 这现场的意思 撒字 中国人 你好吗 这人跟他聊不到一块 吃了吗 吃了吗 这肯定是伊德利人说我爱你的意思 对了 那怎么说的 比阿姆 发音不是特别 怎么说 比阿姆 我没听见 我给你写好了 真的 你看啊 比阿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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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些我记住 比阿姆 我一会把这个纸 我一会就留给你 你留下我吧 观众朋友们咱都回家吧 别别别别 别走别走别走 我说你们在我还那什么点 然后 其实最简单的 就是你到了之后 表达对人家的友好 然后而且这个词吧 我也觉得挺怪的 但是见面的时候也能说 嗯 再见的时候也能说 什么呀 Ciao 你好 你好 再见也行是吧 啊 再见也行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觉得特纳闷 怎么一 那怎么是一见面就跟说 再见 啊 伊德利人都能接受 都这样 啊 他通用 我觉得伊德利语 可比法语好学多了 好学多了 对 说了半截差的 跑得说什么呀 哈哈 这不是教你伊德利通吗 就学会了